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是小说原作也看了 而且我正好在美国看了 也是全版的 全版的色戒 现在大家见面都问 你看的你是在大陆看的 还是在外头看的 都是这样吗 大家见面现在都不说你吃了吗 都说你色戒了吗 你戒色了吗 现在见面都说你和谐了吗 不是 咱不说这个 咱就说色戒这个问题 好像我们说过几回 然后我就说这电影 从这电影的意义上讲 挺成功 一个礼拜能换一个话题 咱就说了在香港 好家伙 第一个礼拜 他们是不是真干 第二个礼拜 看亮朝伟的蛋蛋 第三个礼拜 好家伙 老翁就说跟老翁少妻 模仿 老婆少妻要求老翁 模仿色戒里边的体位 结果把老翁腰也闪了 自尊心也摧残了 老翁第二天早上起来自卑了 看出人命 出文上法庭了 真是假的 没错香港报纸 然后香港的医生 开始跟全港妇女公告 首先是调查 说70%的香港妇女 对丈夫的硬度不能满意 然后就说 心理学家医生 说色戒里边的姿势 那是经过专门训练的 普通家庭观众不要模仿 但是 我就听杨莱李安 有一句话说 拍了这个片子 一定要拍到位 让西方人看到 我们曾经有那样的高度 不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曾经有那样的高度 一直说夸 但是刚才徐老师也说了 说怎么批评的声音没出来 我跟你说出来了 出来了 最近我就发现 而且挺猛 好家伙 中国已然站着 李安他们依然跪着 现在开始有文章出来了 就说骂色戒 是吧 这个汉奸 甚至还有人批评我们文道 文道说 中国人看戏 一出一个角色 总是先问是中还是奸 这人就说了 说文道 你这个就似是而非 对吧 说你这个观点 那意思就是大是大非 分不清 甚至一帮大学生 给于佑军 文化部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部长 于佑军先生 众高校大学生联名上书 严打色戒 汉奸文艺 我天哪 听得真是 我是赞成各种不同的声音 都应该有空间 有权力发出来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一听这种语言 我真的还是毛骨悚然 这是一个可能本能的反应 因为这就是这种文革式的 讨伐的 而且是完全受不了 有异类存在的 这么一种 马上 这是一个异类 出现了 我们要严打 而且是要借用权力 借用体制的权力来严打 你这么 你如果你的尊严 这么强 你怎么这么脆弱呢 病态的自尊心 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 像洪水一样泛滥 黄奸毒进来了 要把我们的文化 就是冲垮了 我们文化有这么脆弱 你这个民族这么强大的 因为他是说 我们已经崛起了 我们怎么能允许这个 你这不是悖论吗 你都崛起了 你都这么强大了 你怕一个电影 你就把你给瓦解了 做完这期节目 炮口就转向你了 这样的语言 倒不单单只是内地 我前阵时间 看香港一家报纸 一家销量很高的报纸 通栏的标题 全程声讨李汉奸 什么报纸啊 香港的报纸 大公报吗 他就讲香港有一个议员嘛 他就有些言论 关于奥运会的什么什么 那这些事情我不去讲他了 是非不去讲他 问题在他标语 就是上面写的李汉奸 这么大的标语 就说明这种词汇啊 以民族主义的这种 大的词汇 不单是内地 所以它是一个 华人社会的一个 这个民族情节 首先确实是不仅限 单单是大陆 对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 这么长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地方 而且是常务的 上书文化部长 这个是内地的特色 你说这种 打倒汉奸 这确实是 运动式 政治运动式的 扣高帽子的 而且是一种 简单粗暴的思维 就是只有汉奸和爱国 两种 对吧 这其实就是说 就是网上对这种人 都有一个说法 就叫爱国贼 就是说 你好像是爱国 这本身就是有个悖论 不仅卖国能成贼 爱国弄不好了 也能成贼 但是是这样 我确实有所困惑 就是觉得呢 我是最主张多元化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 各种言论平等的 发言最好 是吧 但是呢 当这个百样杂陈之后 也容易 常有人跟我讲 让我也不能不受震撼 有没有大师大飞 有没有民族大义 比如说 咱们还有一位 所以咱们这节目嘉宾 就反映着特点 什么人都有 有位祝东丽 我们也请他来过 他讲以色列 他比如说 以色列奥德萨 一个特务 这是著名的故事 就是当年残杀过 犹太人的那些纳粹 追你到天涯海角 他一直追到南美洲 然后逮着这老纳粹之后 还对他实行了轻微麻醉 把他带回以色列 接受审判 他说假如说是以色列 拍这么一个电影 最后我们这奥德萨 还是奥萨德这间谍 被他的人格魅力 或者被老纳粹的魅力 所折服 最后放了他一码 那么以色列人民 能答应这个吗 你觉得里面有好几层 他这个有好几层的混淆了 首先我们现在对抗日战争 就是中日战争的 整个的局面的复杂 共产党在干什么 国民党在干什么 所谓的汉奸汪政府在做什么 日本人又在做什么 这个来龙去办 没有一个全方位的 开放的一个信息提供给你 我们的知识都来自于 革命律史小说 抗战题材 而且我们都是 小兵张港 很多呀 所有抗日战争 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狼牙山武装士 地道战地雷战 全是这一种的 你一种的长大了之后 你没有另外 刚有一个片子 其实不止一个 比如说江文的鬼子来了 就是反抗日战争 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片子 到现在没有渠道放映 你能说这就是黄奸黄放 很多都被堵住了 刚开了一个口 其实我个人说实话 我对这个李安的片子 我真的看了以后 我是有保留的 我认为他跟张爱玲的原作 比起来真的 过度文艺了 我觉得拍的很好的 一个文艺片子 但是我觉得你这第二度混淆 就是除了在信息不开放的情况下 你要打倒一个什么 这就完全没有一个公平的选择 第二 你把文艺作品和史实 又给混淆一同 人家是文艺作品 小说作品 他写的不是那个原型 你说的那个追到天海角 那个拍了一个纪录片 把它塑造成一个 那是不行 但是他有作家 就是捕风捉影 有这么一影子 他做了一个自己的再度创造 你不能把它等同于原来那个故事 一个个案 有没有这种情况 不过我倒很理解这些批判的声音 我不是上次讲了吗 我自己也是看这个电影 直到他们到刑场上的时候 要枪毙的时候 我说我用了小说里一句话 我心中轰然一响 我说这不是叛徒吗 我前面看的时候 我已经被李安带着认同进去了 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女的做这些事情 是合情合理的了 张爱玲常常能够做到 让你合情合理的进到一个荒谬的一个境地 第一炉香啊 什么都是这样 他每一个步 你都觉得是合理 突然你到了一个 怎么变成这样了 所以到最后 当他跪在那要被人枪毙的时候 你面对王力宏 面对旁边的那个同志的时候 你真的是出卖了同志 你背叛了革命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别生气啊 就是说李安坚持了张爱玲的看法 写出了他的叛变 以及这个叛变的可怕的后果 你看这个叛变最后是坏的事情 是没出路的 而且遭到了惩罚 你知道我想讲的是什么 他们这次评讲 那个评委 威尼斯讲的 有一个评委 是拍本能的 你知道吧 拍本能的呢 他前两年拍了个片子 叫Blacklist 黑名单 讲的是一个犹太人啊 全家都被德国的人杀掉 然后呢 他就立志做间谍 去色诱一个德国军官 那个德国军官 就是演那个窃听者里边 那个知识分子的 那个演员演的 他里边他是怎么拍的呢 他去色诱以后吧 他到了房间 那个德国军官睡在床上 那个没穿衣服 睡在床上 有个被子盖着 然后他呢 就在不断的脱衣服 在就像那个本能里面 这样不断脱衣服 不断脱衣服呢 就只见这个德国军官 这个被子上啊 叹儿 一个东西翘起来了 那个女的就跑过去 没想到一打 开始一把枪 就说德国军官 已经识破他了 识破他了 然后要惩罚他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 你可以对我什么样 打死都没关系 One more kiss 再kiss一下 因为之前他们好过 然后那个德国军官 就给他one more kiss kiss完了以后就完了 软掉了 没有打死 就爱上他了 革命意志彻底消产 最后那个德国军官呢 当然最后就死掉了 你想 你想这个导演 看到李安 秉承了张爱玲的原本拍的 他得佩服啊 那好莱坞就是顺情人的感情啊 就那个色诱就成功了 张爱玲他这个冷酷 在这个地方 色诱成功 但是最后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跑得最快的不是刘翔了 而是梁朝伟了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你刚才说的我也有体会 好像我们习惯于 我跟你讲 大事 其实我这个人就不太明白 我只讲我主持节目的体会 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是这样 你记得我们当年 比如说 我说我访问 我访问一个日本东京的皮条客 他是日本新宿的 人家歌舞技厅 那边的皮条客 但是他干的行业在日本是合法的 那么那么于是他 访问 好家伙 观众不干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思路 就是凡人呢 比如说 你请许子东 做枪梁三人行 这就意味着 你在宣扬什么 你肯定许子东吗 你宣扬许子东吗 你为什么以我做靶子 就尽管作为 紧张 现在你马上要讨伐你了 尽管作为主持人 可能还说 就是说我们请这个人来 而且每次节目下面都有字幕吗 什么不带 嘉宾不代表本台 那是没用的 就是即便你是说 就说我们是客观访问 不意味着我们在弘扬这个人物 发扬这个人物 但是观众认为 你让他站上这个舞台 比如说对于色界的电影也是 实际汪家之 你看他这个表情啊 从头到尾是暧昧的 不是像一般那种高大权的角色 明显的正面人物 对吧 可是呢 可能有些人认为 你这个电影出来 这么大的影响 你把这样一个汉奸 与什么 你暧昧不清的一个叛徒 做了一个 至少是非否定化的 理解 处理 一种理解的 就是说连平视都不行 就是比如说咱能不能说 就是平视他 就是了解他的变化 也不说他好人 也不说他坏人 但是不行 就是他 你就在张扬他 你知道吗 实际上存在这么一种思路 长期的这种 简单思雷教育 据说李安 这个戏啊 其实是拍他自己 拍他的家人 他们说这不能说 这话也不能说穿 李安在这个戏里 渗透了他的理解 你刚才说了吗 张爱玲是冷的 李安是把他比较拍的暖的 对对对 很简单 你想想他在拍这个男主角 这个易先生的时候 第一 他没有拍他行询 拷问别人的任何镜头 你只要有这种镜头出来 我们就不会同情他了 对不对 他气惨吁吁的回来 他说我今天省了几个人 你只要把他省别人的镜头拿出来 谁 你这个汤伟的角度就 就没法爱上他了 对不对 第二 你看他 他找梁朝伟原来说是找葛优嘛 你找葛优什么呢 随便你去了 对不对 就是原型就是有这些问题 就是说人家出来说了 现在活着的这个姐姐是吧 郑平如说 就说怎么可能我姐姐这么漂亮 人家爱上这么一个又小又丑的 张爱玲的 你要知道是梁朝伟 他就太可能了 张爱玲的原文说 他是有点鼠像 那这个像老鼠一样长的 对对对 最近你知道还有人就说呢 说张爱玲 不张艺谋 张爱玲说是丑女心态 这个说他长得丑 所以他才会这么写 就是他嫉妒 他说他嫉妒那个真的 那个那个女特务 那个女英雄 郑平如 长得漂亮 上过《良友》杂志封面 所以张爱玲 丑女的嫉妒 发而为文 他没看过张爱玲 年轻时候的照片 张爱玲是美女 说这个话的人 大概自己长得比较丑 可能有一种 就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弱丑的这么一丑人的这么一种心态 比较病态的一种心态去揣测 张爱玲 所以所以那个法朗士说一句话 批评加讲别人 其实都是讲自己 我还看到曲美凤评射箭 你知道曲美凤怎么评射箭 他说那个李安想上汤围 不好意思 要借梁朝伟 你明白什么人说什么话 他想表达着很多东西 而且我跟你说要写丑 这文艺作品 你真的这就不一样 这完全另外一种类型了 如果不是 要不然我说他这个更才子佳人 就是说一定要是美男还是美女 还有很多的床戏 你才能做足 这个才能使得这个情色 能战胜所有其他的东西 其实张爱玲本人原来并没有写到这份上 他那个汉奸是很确实是很猛的 正宗的张弥是很不满李安的改变 因为你知道最关键的时候 在那个女的动摇了 轰然一想 爱上她的那个瞬间 张爱玲的小说里写的是 这个男的心里 给欢藏女子买东西 这个是正常造常的事情 还不能买得太早 买得太早还看不起人家 你看冷冷的把这个男人的 这个最终心态 根本没有从来都没有爱上过这个女的 就在死了之后 发现这个女的 他爱上我了 那我这么老一个男人 居然还有这么一番地域 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杀死他也对 他从此就得忠于我了 彼此是对方的猎人和猎物 就是而且这个爱情是多么的隔膜 你在这里爱的这个样子 那边根本不是你爱的样子 可是到了李安呢 给他唱一段歌 天涯涯那段歌 看着那个梁曹 我也感动 我们也感动 之后还坐着 他的床上 枪笔完坐在床上 眼泪汪汪 这根本不是张爱玲了 那是继续打牌 接着就是世俗生活 就是把冷冷的张爱玲暖化了 不过话说 他也不暖化 他里面也有那么心理移动 所以我说张爱玲的人生 他是讲究那种参差的对比 他没有大红大绿的 他是参差的对比 他的色调一定是 如果是红 就是这种暗红 或者一点 如果是绿 他是比如葱绿 或者是暗绿 他不是这种 更别说黑白了 他是灰色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学习的深入 我就觉得情况是复杂的 人是复杂的 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 当你这样 你看我就还讲 我就要讲自己做主持人 我发现访问一种嘉宾很有难度 就是那种被数为楷模的 大家说这是楷模 这是模范 这是什么 而且这种人满嘴都是民族大义 是吧 当这种人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主持人非常难办 就是不能说人家说的不真诚 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往下聊 因为他已经占据了一个绝对的道德 他永远占优势 我跟你说 就好像这种民族大义 一站出来 你别说话 你不能反对他 他永远是对的 对吗 但是问题在于 而且这里面真没能变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我也有幸跟一些楷模人物有交往 我告诉你 我最后发现这个世界 这个虚假成什么样 不是个东西 我说的就是这样 这个人格绝对不是个东西的人 可是我看到这样的人 整天大放光彩 那你说 就是以道德的名义 以民族大义的名义 煽情的去操纵很多头脑不清楚 非理性的一种民族感情 咱们去下广告 然后我给你讲一个我研究历史 最近得到的一个 枪枪塞约型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的这个所受的教育 我小时候抗日舞台上的角色 都很清楚 我都能跟你说得出来 我基本上像一阿庆嫂 通湖煮酸江 我也想 这抗日战争里头 有抗日的八路 还有汪伪汉奸 有日本鬼子 有小日本的翻译官 还有伪军 这就是我知道三十岁之前 你漏掉了一条了 还有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在那里假抗日 跟共产党捣乱 对对对 婉南四变还要杀共产党 没错没错 但是你别说阿庆嫂 是唯一的那个时代的 抗日文学里 一个唯一一个有个性的 一个角色 八面玲珑啊 真是人哪 她不是光是 她的台词是光是其写的 她是最有江湖气的 有江湖气 有女性 有一个女性 你叫雷奇七星灶 同湖竹三江 是吧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这说我呢 枪枪三人行 就是个阿庆嫂 对 不是 我就说了 人一走茶就凉 没错 你们一走就凉了 不是 阿庆嫂应该当主持人 我最近就研究 但是我跟你说 研究这个复杂 我那天看张学良的 一个口述自传 我就发现呢 真是你戴不同的眼睛 看这个东西 你能比如说你说 你要相信有因果报应 这件事 因果报应这件事 那我告诉你 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 去发现你的证据 比方说汪精卫 说那天开完会 张学良回忆 出来说被刺 出来一个叫 就那个 那个刺客 叫孙凤明 啪啪啪就三枪 汪精卫倒了 然后呢 张学良说呢 说你看 我的马上想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个导火索 不是那个谁 那个王楚 被刺嘛 他说你看 欧洲一出演一次客 大家都抓去抓刺客 他说我们中国人倒好 当时话全散了 张学良一说 也就我了 我小时候练过武 我上去给他来了一个伴 把这孙凤明半岛给逮住 然后呢 就是我就在想啊 你看啊 你也可以说因果报应吧 张这个汪精卫 当年是刺杀摄政王的 对吗 你一看你刺杀摄政王 当然我这分析就没有大师大飞了啊 就开个玩笑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 所以你看汪精卫被刺 对吗 你要觉得这还不够神 我再跟你讲 张学良说 他当时很佩服陈碧君 为什么 汪精卫其实没死 对吧 但汪精卫说完了完了完了 流着血就躺在一柱子上 这时候他老婆陈碧君 当时过来就说 你怎么这么怂啊 咱们出来搞革命的 早就早晚就有这一天 死了就死了嘛 革命党嘛 早晚有这一天 因为这个汪精卫的这老婆 陈碧君当年是个女革命党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跟你讲 这里边特别好玩 这个孙凤明是谁指使的去行刺 汪精卫呢 据张学良说 是一个叫王亚乔的人 而王亚乔使用这个荆轲 这个刺客 前一天晚上 王亚乔把自己的女人妾 送给这个孙凤明 就陪你睡一晚上 就是说你明天要给我干 这个掉人头的事啊 我把我老婆妾了 是吧 送给你 给你睡一晚上 你就是送一妾而已 可是我告诉你啊 你看这个里边瞧不瞧 后来这我看张学良还说 陈碧君跟汪精卫是怎么回事 俩人本来是革命同志 当年汪精卫第二天 要去刺杀摄政王 陈碧君这是哥们啊 就说我没什么可送给你的 但我还是个女的 出业权 对 我就跟你睡一晚上吧 陈碧君跟汪精卫是这么好 陈碧君就陪汪精卫 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汪精卫去行刺 你看这个是个事情 所以汤维为了行刺 还要跟领南大学的学生 窝窝窝窝窝的睡一晚上 是不是都联系在一块 为革命牺牲 要牺牲女人的身体 你看这当然是联系啊 是联在一起的 所以张爱玲的小说 写的挺有意思 她就说 你看女性的这种心理 就说王家之到后来 真的在上海 又执行起任务来了 她心里好像觉得 那个意思啊 有了个目标 要不然当时陪那人 跟那人出夜睡了一晚上 就算还睡了 没错 她这个身体已经陷给革命了 陷给革命了以后 她这个身体就不是私人的了 所以从这点上 你也可以确实可以顺理成章的 看见她后来突然发现 她在执行任务 这身体怎么突然变成私人性了 就是那些床戏啊 这个时候动摇了她 她的身体又回到她自己身上了 其实是有这么一个意思 阿诚是对这个片子有点保留 刘凡写了七篇文章 那天还在跟我讨论 那天问我说 最后她那个药 为什么不吃下去 就在那个车上 后来我说 吃下去等于终于革命 不吃下去等于被她的组织 她在那个时候不吃下去 就觉得她已经离开这个组织 这个团生了 所以她里面